北京时间1月25日,世界永联公布跳水项目2023年度最佳运动员名单,中国跳水队6人入围。 其中,人气最旺的全红蝉毫无意外地当选。 此外,中国跳水队还有陈玉希、陈奕文、昌雅妮、王宗元、杨浩等5人进入名单。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跳水队正在积极备战即将举行的2024年多哈游泳式竞赛。 多哈市井赛跳水项目是确定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的最后一站,比赛将会在2024年2月2日到18日之间进行。 此番,中国跳水梦之队总共派出了13名选手参赛,其中包括8名男选手和5名女选手。 而这次入围世界永联跳水2023年度最佳运动员名单的6位跳水健将悉数出战。 在女子跳台项目中,几乎在今年所有大型赛事中包晚冠亚军的两位明星选手全红禅和陈玉希全力备战。 陈玉希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续三届夺得市井赛女子10米跳台金牌的运动员。 2019光州、2022布达佩斯和2023福冈,她都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 后两届,她还和全红禅一起获得了双人十米跳台金牌。 2007年出生的全红禅,14岁即夺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台冠军,并且创下了466.20分的最高分记录。 此外,她还是全运会杭州亚运会女台担任冠军,且在407C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动作上留下了全满分的壮举。 但遗憾的是,全红禅两次参加市井赛,在担任比赛中均输给了陈玉希,还未能获得过市井赛冠军,这让她实现大满贯梦想,还差两步另一个是世界杯冠军。 实际上,女子跳台担任项目,就是陈玉希和全红禅之间的较量,全红禅自然不愿放弃这个实现突破的机会。 此外,在女子三里跳板陈玉文和昌雅妮的组合,与连续两届市井赛的参赛阵容相同,两位姑娘身兼单,双人比赛。 男子跳板项目中,近几年来近乎无敌的王宗元,无疑是绝对保障,除了个人的跳板项目外,他还搭档萌道一,参与双人跳板的角逐。 杨浩也将参加男子单人跳台和双人跳台的比赛。 在2023年福岗游泳市井赛上,中国跳水队斩获12斤。 对于中国跳水梦之队来说,走下领奖台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面对即将到来的多哈市井赛,中国跳水队积极备考,期待再创佳季。